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是我说你 你哪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有些话好 女人能说 男人就不能说 媳妇能说 老公就绝对不能说 我举个例子 女人打男人 那是勇敢 男人打女人 那是禽兽 女人突然吻男人 那是浪漫 男人突然吻女人 那是出流氓 女人找男人只看长相 那叫审美 男人找女人只看长相 那就是浩宋 所以说永强呢 哎呀 你要早向我请教我 你何至于爱揍呢 但是老姐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男的都想找漂亮的媳妇 你媳妇揍你还是揍得行 别人不知道 我接着这么多见对象 那我能不知道吗 女的想找条件好的 男的想找漂亮的 就像今天来咱们节目相亲的 这位刘忠李叔叔 眼瞅了都七十岁了 那还跟我们先说呢 说我找老伴吧 没什么要求 就是大家看着我老伴啊 都觉得美就行 叔叔 你好 没有啊 穿这身呢 你好 练功来着呀 那咱进屋说 到家说好不好 那走吧 叔叔知道今天相亲还特意穿的 这个武术服装吗 是为啥呀 咱们是想应那个 就热爱这项运动是不是 对啊 热爱运动是一个 就是多运动 多养生 多健身 对对对 对身体好 对 相亲主角刘忠李 68岁 丧偶六年 经营武术养生馆 月收入4000元 有房无负担 叔叔需要换鞋不 没法 没法 这厅还挺大的呢 这还有个免费心理咨询 武术健身养生馆啊 哎呀妈呀 这那个厅里的摆 摆这么多床是啥意思呀 这应该不是床 这好像床 这小桌子呀 小朋友 吃饭又好多 我们在一起坐在休息一下 平时来家的人多呀 家里还有 客人多 有时候他找我来 他就来 不找我 那看平时这个 你这个就是本那个 我这有一个纸照 啥纸照啊 这就是座纸照 啊 路远区会学武术健身馆 对 武术健身馆 挺大的 一共多少瓶啊 一百 三室啊 一百 啊一百 啊 这是 这是 这个是不是就是 这是床 你平时在这无睡啊 啊 这整两张双人床 是啥意思呀 这是大伙人多 就可以在这住 啊 你在在虎树养生馆的 就晚上还可以在这住啊 所以有那 到远去住的 到远就在这住啊 啊 然后你还给人家 就是准备住的地方 对啊 到远去就在这住了 啊 这都是啥东西啊 这是啥东西啊 这什么啊 啊 这个是这么敲的呀 对 对 今年老师 是不是喜欢音乐 你看 是不是这么能忘 唱就可以这么唱 你看 我们的眼 别 山人都是宝贝山美 城白山下 多树 城堂 海浪 天奔到花样 很好 很好 你看你要唱那个 修计的歌曲 你看 你跳着胆 我牵着花 这些呢 这些才艺咱就等啊 一会儿来的时候再给它这样唱 这个 这个也可以唱 这个 大家坐就坐 你看 你跳着胆 我牵着花 天啊 我牵着花 那 都明白了 这些就是 meu心了 这么快 我平心了 我平心了 这些呢 我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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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以后呢 阿姨一会儿还得听听的 不是 今天是咱们 行 行 叔叔 不是 我的天啊 行行行 不是 咱那个你先带着我们 做聊天 咱聊天 咱们聊天 好好好 好好好 很好 非常好 叔叔 非常好 看得出来 一沾上自己喜欢的事 刘忠离是真停不下来呀 在新言的劝说加鼓励下 锣鼓船的表演 算是高于段落的 但是 这好像激起了刘忠离的性质 最拿手的武术 也必须让大伙儿见识见识 叔叔 这一到你家里 还没怎么做呢 你就先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然后第二套是这样的蹲马路 蹲马路完了 盒掌 完了 批掌 收拳 哈 那边 完了 哈 我那一哈 这老大声的 得多大声 没事 你给我哈一个 我看看能声音多大 没事 没事 我来了 哈 哈 哎呦 没事 你见了你多 那你见了你多 哈哈 从刘忠离对自己喜爱的事情的这股执着劲上不难看出 他绝对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 面对感情也是专意且长情的男人 前妻因病去世让他明白健康对一个人有多重要 所以在前妻离世的这六年时间里 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热爱的无数养生事业上 就连这次决定相亲也和他热爱的无数有关 你想找个啥样的另一半 就是别人看他都生活信心吧 漂亮的人会说话的 好看 会说话 漂亮 后半生的话能在健康事业上能共同地度过这个西洋红晚年吧 都是没有病 就是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互相照顾了 那你找另一半就是希望他长得好看一点 然后说话好听一点 是不是 这是最大的这个要求 对 那得多好看算好看呢 在你这 就是别人看得好看就行了呗 你是林阿姨 你好 你好 刚才去那个早上溜了去了 是不是 对 另一半有啥要求呗 在找的话 在找的话 这身体好 营地素质好 干净 绿色 那这么的 一会儿那个上叔叔家看看 然后你也看看叔叔 符不符合你身体好的这个条件 是不是 那走吧 阿姨 走吧 相亲这下 李秀玲 64岁 三偶 退休金2000元 有独立住房 阿姨 李秀玲阿姨 叔叔 刘忠理 叔叔 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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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换鞋了阿姨 不用换鞋了阿姨 不用换鞋了 对 先往屋里 往屋里进 先往屋里进 阿姨看着这个 这个屋里这个摆设 是不是有点那个感觉奇怪 因为这个书哥在家开了一个武术养生馆 然后就是直接就把公司 这个养生馆就开到家里头了 养生馆 对 武术养生馆 这个就是说 就这个样子 这个 你这个是两个 两个卧室 叔叔家是三十 两天 这两个人是做那个土空间 阿姨 这个还有两个卧室 这块是来学习来 就是他们有时候在团休息 对啊 我说他走不去 这个就不对外 这一个叔叔自己放着东西 是的 这一个儿子 zwww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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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企丁找老伴最在意的就是 对方身体是不是健康 家里是不是干净利索 见面后 两个人有了初步的了解 看来李秀玲对刘中理 还是比较满意的 可是随着聊天的深入 李秀玲却对刘中理 有了不满的情绪 这是为啥呢 这个年龄段应该 三观应该一致吧 尤其是这次疫情 大家更应该觉醒了 也增加抵抗力和自愈力 这就是延伸观 价值观就是达到自己终身之前 终身之前就是 学会掌握运用健康 长寿无病无灾的 真本领真本事真功夫 使自己终身之前 世界观就是说 为了这个世界这个疫情 研究出了引起生命科学成果 可以对世界做出贡献 这就是世界观 反正我这个三观就是这个内容 叔叔你这个三观 其实都是挺有远大抱负 远大理想的 能不能说点 近边咱相信感情方面的 你想长个啥样的 跟家庭沾边的 感情方便的 那就是说呢 想找台湾的一半 咱们往街地气说 是不是 街地气说 这就是说 反正我这个希望就是说 人长得大家看得你漂亮 人家产生了对你的 欢喜心 你和大众接触 你要是长得繁衍了 人家就是说 你把园子给当出去了 那不得是两个人过日 两个人相处 你管别人咋看呢 不是咱们不看着工作吗 也不是说 人家不看着工作就行 丑做那里有没有 那都跑出来 那里儿的事 在这里边 咱们今天说 在家庭里边占50% 在工作上占50% 老关注他这个事业 执迷这一块 太执迷了 咱们今天是为了找家庭 对不对 像对我来说找家庭 你也为了说老范 咱们唠唠我不说吗 咱们唠唠街地气的 你跟你别说这话 是 说你这事业 说不招编辑吧 有点好像过了似的 但是咱们正常 还得过日子 是不是啊 一点不忘这上了 俩刚做下没多大功夫 刘忠理的话题 就开始跑偏 这让李秀玲 有点反感 可刘忠理的优点 也很突出 有健康的生活习惯 也有多种多样的 兴趣爱好 这些优点 能打消 李秀玲现有的反感 为刘忠理加分吗 武术我们这 比较简单 不是那么 不是像他们那些花圈绣腿那些东西 我们这都是走经络的运行的 嗯 所以这就是这样 这样 这样这样 你以为的武术表演 夏时中的武术表演 这些人都会展示过了吗 没有别的了 有别的呀 你看这个 你可以拉起 那这个老大哥 然后你可以交换器 中午了 咱们请这三个孩子吃口饭去了 吃饭了 那这呢 我这 我这 我这以后 有笑断了 我这以后 有笑断了 有笑断了 我这以后 你看 你看 我这个就是说 嗯 嗯 喜欢敲鼓 你看 这敲鼓就是 你看 我们的眼 别 生日都是宝贝山 长来山下 过复成航 海南天奔道 花枪 然后你可以 护杀 你要是 你要是护杀的话 可以这么说 你看 古板一大头带动七弦 大家能听我来谈一谈 健康养生的保健多重要 行 那个叔叔 这样跳 我不说反感吧 也是差不多 为啥呢 我就不喜欢 就好像这个 人要是不走你心里头 就好像做什么都怪 那你觉得 你这个展示完了以后 有没有给你加分呢 他对你的好感 有没有一些感缘 他不一定有好感 他因为他这个 人的观点不一样 你这喜欢跳两天叉的 人家是喜欢 那种多年方式 人家是喜欢 工具 你要是 能帮着我 把工作开了 就行 阿姨的这个 外在长江的那一块 对于你开展事业 你可能觉得 还差一点 是不是 是不是这意思 对 要是过家还可以 那你觉得开展事业 得是啥样 就是有这个 宣传员的能力 就是有这个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开展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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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哥我问你一句 你上节目是来找 宣传事业的 还是来找过家的 那过家和事业相解合吧 有啥想说的 没啥想说的 不合理 你觉得那书不合适 不合适 不合适 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哪儿 这个时候说这些的 都不合适 你就是 就是 就是 不合适 对 对 他就先找过日子人 对啊 我们不是说不过日子 对 你得 我得 超慢生得开展工作 对对对 因为我学了 这么长时间了 我得发挥出去 对啊 要不能白学 对对对 他主要这个目标是啥 能说会到是指正 帮我的事业 能够开展开展 他是那个意思 就整体一句话了 就他这个人吧 反正就是从 就是身体个头 哎 我感觉好像还是够用的 男的啊 这方面 你就是在其余 没有在一个频率上 嗯 他要求的和我要求的不一样 嗯 不同步 那明确的说的话 他是不是你想要继续交往接触的对象 他 不理想 我没找个地儿坐呀 我没找个地儿坐呀阿姨 你好 你好 走吧 我们刚才在叔叔家来着 现在带你过去 相亲对象王云华66岁 早退休近2000元 有独立住房 叔叔 啊 王云华阿姨 刘忠礼叔叔 啊 阿姨没事不用换鞋 往这儿坐吧 先看看叔叔家什么样子 嗯 嗯 这是干什么 叔叔 这个你看叔叔 穿这个一个叔叔 是自己在家弄了一个武术养生馆 嗯 然后就是就都弄到家里头 有的人有的时候过来就是方便大家坐聊天 什么的 啊 对 叔叔是弄武术养生馆的 自己开了一个武术养生馆 真采的 对 嗯 还想看看不阿姨想不想看看 转着其他的我还是坐着聊聊 就是聊呗 你哪个单位推呢 在能机系统 我是一个小企业 一个月就两千块钱 都两千块钱呢 那 那能够花呢 不够花是不是啊 是不够花 不够花 所以叔叔得弄一个副业嘛 这个还挣钱呢 对啊 对啊 这武术养生馆 这武术养生馆 找不成钱呢 格外收入 那是能 岁数小的呢 过两年岁数大我就没了 那不对啊 我跟你说啊 嗯 像我们这说是要是做这项工作 越老越值钱 人家 老综艺 谁也老越值钱 那武术还也老越值钱 嗯 嗯 刚才你表的态度我也听明白 你说两千块钱也不够花 对啊 不够花你就得想一点外快 你看顾家顾不了外边 你出宣传就把家门人 你在家等外边没人宣传 这就是一个实际问题 那就涉及到你想找另一半了 你想找什么样子 就找他这样的 能够算吗 他这样能怎么呢 那个宣传就行 你说你看你阿姨 我出宣传也行 可以 你是觉得阿姨的这个 长相啊 外在啊 还有那个 唠嗑谈吐 都是你想要的 长得这样 个头啊 这都可以 看得出 刘忠理对王云华很满意 而王云华 虽然心里 对收入这一块儿有一些顾虑 但并不排斥 刘忠理开无数养生馆 看到王云华 对自己的事业有兴趣 刘忠理高兴了 这一高兴话就堵了 结果 漏出事儿来了 你知道我对我自己有多少要求啊 我必须得活过两家子年 活多少 两家子年 123 那不是自己说的 那咋不自己说的 人的生命 就掌控在自己手中 怎么叫掌控在自己手中呢 就是 身 心 气 你心的管住气 你吸的管住气 气跑了 你还能活了吗 叔 您说您打算活到多少岁 谁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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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岁 他得多生无影 你睡不大 啥病没有 我家那不是啥病没有 那说没不就没了吗 那一看他肯定就是 把这个放到第一位里面 别的他都不是那么在乎的 嗯 就是我进到他家 他也不能太在乎我了 他得以他这个为主 王云华想找的 是能和自己聊到一起去 玩到一起去的伴 可眼瞅着 这刘总理 殖民于自己的事业 他放在家庭上的心思 还能有多少呢 他又能有多少心思 陪伴自己的爱人呢 你看看这个也没让害好 有 你看这不是 跳到那样了 这些我不喜欢 那你那你试试看看 现在这两年 这几年我家那不美了吗 这不打了 不打球了 太急了 我觉得是在写的 啊 那让叔叔给展示一下 没事叔叔来给阿姨唱两句 唱歌就这么唱 你看 没有花香 没有书口 我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小姐 从不寂寞 我平时 就是上公园打打拳 溜溜弯 是别的 打球现在不打了 打什么球啊 乒乓球 这几年不打了 打拳是打打 能不能跟叔叔一起去 太急 叔叔会不会 我们不练太急拳 我们练的是 神功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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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种能练吗 能练啊 能练啊 够吗 够啊 那叔叔给阿姨比我一下子 展示一下 可以 拉气 然后合掌 然后就是轻轻拉 那 那游球 游球 游球的那个动作就是 打击相对 游球 然后把这个 举个头里 然后分成两个 把它 通过这个手 进到销里去 没有给他加分吗 就是这些特长 没有 嗯 那如果明确的时候 他这个叔叔 是不是你想要继续交往 接触的对象 不是他想 他以后 要不做的话 他自己过河前 他也没说 我正想好像 他也不一定有啥 嗯 不太想 一个是因为他的现在工资比较低 还有一个 这个事业这块 你觉得也不稳定 而且你也不想跟他一起 这个 就帮助他这个事业做大啊 不太想 嗯 你身份高的 那个 有开七千八千的 那个 活个三年五年 也没了 你不愿意闪一下吗 嗯 你要自强自立自己值钱 嗯 自己到啥时候都能挣钱 你要自强自立啊 能立别人 还能立自己 嗯 那比他那是高上多了 嗯 这些意向 还可以 嗯 但是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他活法有些 和咱们不一致 白瞎了 哎妈真是白瞎了 这是两个小年轻的哈 我就不感慨了 他们有的是时间去寻找爱情 但你看这叔叔阿姨 都是笨七十岁的人了 而且都这么坦诚善良 我打心眼里 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 但是话说回来哈 我想给刘中李叔叔提见了 咱这是来相亲来了 是找生活中陪伴自己的老伴 不是找你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上来你说你跟人家光光光 你就谈你远大抱负 你说理想 人家还以为你走错片场了呢 还以为你这是商务培训呢 那你说你相亲来了 你不得说说以后日子怎么过 是不是两个人怎么能相处好这些事吗 你好好琢磨琢磨我的话哦 电视机前如果有相中我们刘中李 李秀玲 还有王云华的各位朋友 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我们的热线 还有微信二维码呢 都在屏幕下方的 调五脏 放心国药 葛红药膏 本来没有葛红桂龙药膏 联合冠名播出 行了 今天这么的 明天再继续 大伙866 See you tomorrow 本期出现的法律问题是 南方现经营养生馆 需要女方帮助共同扩展业务 若两人结婚 这种情况下获得的利益 是否算作夫妻共同财产 下面请听律师的专业解答 我国婚姻法第18条规定 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 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 获得的医疗费 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 遗嘱或赠予合同中 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婚姻法第18条所称的 夫妻一方的财产 不因夫妻婚姻关系的延续 而转化为共同财产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后两次相亲 姑娘表现为何大不一样 要求她也不是很高的 不能再想出少一把钱 试试听从妈妈建议 背后永何难言之隐 我找不过妈 我也特别纠结这个事 31岁的妈宝如何找回自己的主见 你不是说你自己做决定 你不妈宝了吗 听妈话的好姑娘 向着相亲下期播出 前后两次相亲 姑娘表现为何大不一样 要求她也不是很高的 不能再想出少一把钱 试试听从妈妈建议 背后永何难言之隐 我找不过妈 我也特别纠结这个事 31岁的妈宝如何找回自己的主见 你不是说你自己做决定 你不妈宝了吗 听妈话的好姑娘 向着相亲下期播出